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Levin,我有收到我一名观众说他想要组3070Ti的矿机,想了解一下ERGO,也想了解一下 ERGO在3060Ti的overclock要怎么setting等等 那么我就打算把我这里的3070和3060Ti拆下来看看 然后把它装跟我的3070Ti的矿机,那么我们先来试试看 那么呢,我已经把两张卡都拆下来了,这一张是3060Ti,也没塞的,这张是3070,也是也没塞的 我们上机看看 那么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 上机了,不管有没有开店,HiveOS里面我也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我要开机,然后来看看他能不能一起挖这三张卡能不能在一起挖矿 OK 我们又开机了 AMD的motherboard又在做怪啊 所以啊 我又搬出我另一台比较旧的motherboard上机,来给大家做测试 那果然呢 我也不懂啊 也不知道是AMD的motherboard不好呢 还是他的 Second Gen的processor不好 老是不要 插了两三张卡呢,他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好了 这个是体外话 首先呢 3070Ti,3070,3060全部都已经detail了 那么不知道能不能挖AutoLagos,我们现在直接试试看能不能挖AutoLagos VivoE-02全部都有跑 这里可以看到的在跑 很好 3070,3070Ti,3060Ti 在 没有任何的setting之下跑的speed呢 就是这样子咯 然后首先呢是3070Ti 我呢 Jordan已经找到了一个 他可以 去到的speed 这一张没有名字的 没有code的 是3070Ti 我现在可以跑到 191.63 那么 用的电量呢 votege呢 只是163到164左右 如果把fan控制成Auto的话 应该会更低 不过我不想调整啊 那么是3060Ti 我记得呢 这张呢 是可以 去到169到170准准左右的 我大概大概记得呢 他的memory setting是 2460 fan呢 我放80 oclock呢 是 平常我都是放1395 这次我试试看放1455 那么我们看看他会跑出怎么样的 成绩 基本上 如果你overclock了以后 他的 Megahatch会往上爬的话呢 就是你的 memory和CoreVortex的 双方得到的 电压呢 是已经稳定了 如果不稳定的话 他是会上下跳的 有时候会跌的更低更低 结果是比我想象还要低的 我记得以前可以玩更多的 至于3070呢 所以说是最好的了 因为呢 他是一定很稳定的 而且 他的Vortex 也是非常低的 嗯 是的 他的CoreVortex不够 你再调上去一点 如果你觉得这个 成果比较好的话 可以继续用这个成果 164 118W 我把这Vortex调到大概 130左右 这个Vortex也是太低了 100W网了 不够的 然后再调上去 已经得到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那么如果3070把他的Vortex也调到差不多130的话会怎样呢 我们来试试看 现在的Core是15多 我们也一样 把它调成 1645 一定他的Memory Clock比较高 所以他可以继的更高一点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了 他的 CoreVortex是135 3060 Ti是 134 那么3060 Ti 能不能 上到跟3070相同的水平呢 哇 这张呢 应该是不行哦 不知道你的能不能 可以试试看 当然咯 你Overclock完过后 他跑的稳不稳定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嗯 就算是clock了以后还还跑回上去了 所以大概大概就是我的3060 最爱的极限的吧 试试看 到上去一点 我想应该是不太行的吧 不过由于AutoLegos 其实我并没有真的研究很多 你的Grofit Card 我只是研究过3060Ti 跟3070Ti和30708了 嗯 成果如何呢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不知道全部放1675会不会 有什么不同呢 是的 我是不设定Power Limit的 因为Power Limit只会降低他的成 成绩 而且呢 只要在Core Clock设定好了 他就会自动拉到他所需要的Power Limit 就是Power啦 所以是毫无意义的 嗯 就算是1675 看起来也没有提升太多 啊为什么今天的3060K这么好Overclock呢 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Aircon直接吹着他的关系 你看他39度罢了 所以温度是 最最最最重要的 因为他是最最最会影响我们Overclock的成绩的 这个是我昨天让他挖AutoLegos 一整天的成绩 只是用一张单卡 RTX3070TI的时候挖的成绩 这个是呢 这三张卡一起挖矿的时候的成绩 看来呢 啊把Core Clock拉上去呢 是有一点点的效果的 啊至于电压多了还是少了 啊这个问题就交给大家自己去 评估吧 那么我再无聊无聊的试试看 他们是不是还能够Core Clock上去 是有一点点的变化吧 但是结论还是省便很重要 毕竟加了接近10W 才加那么0.18了 这一点意识都没有了 那么还可以再等等看 根据我的经验呢 他应该是不会再往上跳了 3060TI最好的setting呢 大约是在 1645 2500 2600的Memory Clock 那这个呢 也差不多是在 1645 也是2500 2600的Memory Clock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他 双双 3070跟3060TI呢 双双都大约跌了1MHz 可是Watt呢 也相对跌了10W 10W两张加起来就20W了 所以我相信呢 这个是最好的setting 不知道这个视频有帮助到 正在考虑挖AutoLikos的你们吗 如果有的话 请记得按like 请继续关注我的channel 不要忘记subscribe 如果只考虑到对graphic card温柔不温柔 我是比较prefer 去挖AutoLikos 也就是Ergo 那么呢 我要再次感谢 大家收看我的video 我是马来西亚的Levn 那么 那么请期待我下一次的视频吧 祝大家 Happy Mining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